翻臉跟翻數一樣快 這句話也許不只是形容 女人有些人會形容 這個外幣當中看到了美元 最近這個波動幅度非常大 到底要怎麼樣來掌握它的多空呢 因為上個禮拜五 我們新觀點的專題 才帶大家來追蹤美元 好 講到美元 講到短線走勢的現象跟原因 沒想到才休個假 週末回來 昨天又出現了大跳水 因為昨天晚上出現了三大惡棍 亂棒襲擊 讓美元昨天晚上跳水收黑 先來看一下這一波上升的速度 其實真的是又急又猛 但是昨天出現了這根黑黑棒 昨天中場收盤撒跌了0.37% 從四個月來的高點壓回 昨天收在94.56元 這一波上漲不是說 這個FED有可能在接下來要升息嗎 12月份升息的力道 還有縮表的力道 以及大家對於川普稅改的期望 讓美元這一波這麼強勢的往上攻 但是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美元跳水收黑 這會是短線上又一個分水嶺嗎 到底是誰的氣象這麼大 把美元從四個月來的高點 硬生生給拉下馬來呢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三大原因 這就是重擊美元信心的重要三大標的 首先來看到的就是通俄門的事件再升級 因為現在查出來了 前總理 前競選經理還有前副手呢 他們現在已經正式地遭到起訴了 甚至有幕僚已經認罪協商 好 通俄門的事件會不會干擾到川普的施政之路 再來看到第二個原因就是FED的李氏 現在呢他 鮑威爾傳出來 有可能是下一任的聯準會主席耶 原本說這個有可能要接任聯準會主席的人 是比較偏鷹派 有可能會積極地升級 做法跟葉倫完全不一樣 但是現在又有消息說 川普啊 就怕這個政策改變得太大 太干擾到市場的運作 所以有可能還是回歸到葉倫的路線 如果真的是他 鮑威爾 他的形勢 作風都比較接近葉倫 讓市場的驚動性讓降到最小的話 那是不是大家不用太擔心 這個升級升得太快 縮表縮得太快 所以美元升值的力道 是不是又減弱了一點點 最重要的原因 當然就來自美國中的川普 川普呢 本來稅改 大家寄望他能夠一步到位 但是現在好像他又傳出來 國會考慮要逐步地下調企業稅 原本大家期望的稅改一步到位 馬上修正 但是沒想到如果是要分階段來實施 而且可能時間長達三年 五年 那這樣稅改的效力還能夠持續嗎 所以這三大原因造成了美元指數昨天重挫 從四個月來的高點壓軌 所以看到了這個黑K 到底是剛開始還是在這裡只是一個短線上的震大 這個部分一定要持續地來進行留意 因為這也攸關到外資會不會繼續匯入台股 賣抽台股的一個重要關鍵 因為外資今天馬上就轉為賣抽了 解決 來做解決